这个就是我们饶河县 这个就属于像个市场一样 就是卖啥的都有 今天天气不算太冷 所以人比较多 萝卜白菜 都有 热闹吧 看这人多不多 风挺大 几块 你给我来两个吧 来这种 一个这样的 一个扁扁的吧 来这两个 这个就是我们 东北的冰糖胡萝卜 因为天气冷了 能放住了 之前做不了 对 再给我拿个扁扁的 像我们这边 东北的冰糖胡萝卜 是最出名的 因为做的有好几种 没有葡萄的 因为葡萄的现在做不了 气温还是不够冷 这都是山楂的 有吃过的吗 山楂地瓜 过几天有葡萄的 看这边卖啥的都有 土豆子 这边有冰糖 有那个 这个葡萄的咋卖的呀 两块 那地瓜的呢 都是 你再给我来一串葡萄的吧 还有这个 这个怎么卖的 都是 你给我来两串吧 这个全啊 这个比我刚才买那家全 山楂的 太冷了 再给我来个大 不行 要整的 胶粘了 整的手里哪都是 拿住 拿住啊 买了这么多 拿住钱啊 这样给我啊 能装住是吧 好 小菜这边呢 谢谢 走了 还有卖年裤 袜子什么的 这边还有好吃的 这就是我们的饶河县 太冷了 今天外边风 老大了 我打个出租车 像我们这边的出租车 就是五块钱 满街跑 可能要比你们那边 要便宜多 也没有起步价 就是五块钱 就可以满街赚 对 就是特别便宜 相对哪个地方都便宜 别的地方在哈尔滨 还起步价九块呢 在这边 附近都不行 附近都不行 是吧 对 其实咱们饶河这边出租车 最便宜的 就是以前的时候 是三块钱 满街跑 现在涨价了 五块钱 但也最便宜了 政府给调的 要是政府不调价 还是三块钱 所以就是满街的转 在我们饶河县随便转 特别特别便宜 就出租车便宜 就出租车便宜 真就是 比别的地方真便宜 便宜好多 要不上别的地方 打车都打不起 在饶河县的 打车太便宜了 这个就是我们南山公园 就是属于我们旅游的地方 而且环境特别的好 可干净可干净了 欢迎朋友们 有时间上我们饶河县 来溜达溜达 小城不大 但是环境特别的好 空气也特别的好 像这种糖葫芦 南方的朋友 现在肯定是吃不到的 对不对 因为你们那边 肯定会很暖和 但是我们这边 现在都已经冷了 酸酸甜甜的 好吃 这个糖葫芦 现在还是有点不到时候 没冻得刚刚硬 在冷一冷的时候 冻得刚刚硬的时候 一咬特别酥 那时候更好吃 有想吃的朋友吗 有想吃的 到我们饶河县来 我请你吃糖葫芦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咱要到这了 因为我现在在县里边 今天不礼拜六吗 哪个孩子放假的 来看看孩子 因为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 给他自己扔带别人家 他也想我 我也想他了 一会儿我要去接孩子了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 下期见 拜拜 给我儿子买的 他可愿意吃这个糖葫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